遊戲的名字叫做...實驗什麼什麼什麼 我看不懂了 我來看看 實驗超市? Groceries 哦~~~ 實驗性超市哦 這...這什麼啊 這動畫能夠演快一點嗎 我們要看他慢慢的 五公里 然後在那邊嚕嚕嚕嚕嚕嚕嚕然後嚕到停車場啊 這是我是不是 嚕多久啊 有動畫是不錯的跟動畫也太爛了吧 下訓班 下車了下車了 慢慢的淡出 動畫 非常的有氣氛 購物清單 可樂披薩 捲餅 好 我...我有100Q欸 不是從這邊啊 怎麼沒有人啊 這...根本就沒有東西嘛 先買個可樂 先買個可樂 看不是要買喔 誰看殺小 這整個超市都沒有人啊 點起來 來 點點圈 冰淇淋 我最愛吃中國的冰淇淋 冰淇淋好吃 冰淇淋 賣完了吧 欸 我可樂不是結戰過了嗎 喔 欸這不是可樂欸 這是罐頭欸 靠北 好久喔 咩 拿了兩袋人頭 早上好中國 我是買... 我有冰淇淋 我很喜歡冰淇淋 但是速度一進行就 我最喜歡 所以現在... 公殺小 你把他所有材質 都打出來啊 怎樣 欸?怎麼又贏一百塊啊 再買一次嗎 欸這是個物件啊 蛤? 欸? 怎麼了啊 越來越破了欸 這是...被洗劫啊 披薩甜甜圈 啤酒 啤酒 再買一次 有何意義啊 甜甜圈 醬 Taco 好 什麼時候才有真的恐怖的點啊 等等就有了 我很急嗎 我超急的好不好 欸? 就好了欸 嗚嗚 嗚嗚 欸好吵 小聲一點 音樂好爛喔 我說 女士 你還好嗎 我不好 女士 你還好嗎 NO 怎麼變成無頭 沒下八怪啊 沒下八怪啊 我還要買嗎 我沒有清單欸 喔 你把門關起來 這什麼伺服器房 警衛也死了喔 摸他身上的東西 看報紙 實驗體 我電腦的名字欸 H104 沒有注意到任何靈異現象 還沒注意到 人類種族 沒有被僱用沒有工作 單身 有 汽車駕照 喔 所以我是在一場 人為控制好的實驗中 他們要知道我的購物習慣啊 把我的帳號也到了啊 之類的 不要打成了 小聲一點 剛剛有一個女生站在那邊的樣子 什麼地方啊 他沒有把那個資料上面 列說 他最喜歡的就是 冰淇淋 這邊員工怎麼都死啦 欸 死光欸 他們的手都超長的 這是星星喔 23號 員工 的 員工守則 要一直跟 中就是觀察 實驗體 你一定要完全遵守 你上級的指示 只要違規 你就會被 處決 廁所廁所廁所 是不是要上廁所了嗎 怎麼一直有個女的 穿著洋裝跑出來啊 要死也要死在妹妹旁邊啊 我要去廁所死 而且 又沒有怪追我 我為什麼要怕死 有任務指標欸 太棒了吧 怎麼上啊 怎麼上啊 逃出 逃鬼在我的臉前面 逃出來了欸 我到底是不是在現實世界啊 快走 也沒有鬼也沒有什麼東西來追啊 上車車 跑走 好 感謝你的遊玩 快一點 喔 又是個爛動畫 他只敢開20 哇還真的沒有了 怎麼沒有恐怖的地方啊 我以為我上車之後 可能後座有怪 或者是什麼 剛剛那個女的 擋在前面然後咬死我 好爛喔 欸 欸 我撞破實驗室的牆欸 逃出來了 逃出來了 這是一個沙漠的超級大實驗室 雖然我的時數只有5啊 這後面還沒有啊 那如果我一直都不動 他會直接開到 幹 遊戲叫做 Dogger House二代 一代你們應該有印象吧 就是一個 很陽春的遊戲 然後就有一個狗屋 然後你就去每天 這什麼摸狗還是什麼 然後狗就變怪物把你吃了 外星狗 這狗狗看起來怎麼都沒有活力啊 活力咧 活力旺 幫他蓋蓋 蓋蓋狗屋 欸 怎麼又是從這邊開始啊 狗是死了喔 像拖屎一樣 在那邊欸 調查 李奧納德 我會幫你蓋你的好 狗屋 盡快的 這次怎麼有家可以進啊 我需要把車庫打開 在倉庫打開開始去做狗屋 把狗抓進去煮 欸 我的吃的飯好了 欸 自己吃喔 不是給狗吃喔 笑話 蛤 現在是我們的主要表演要開始囉 大家來歡迎 狗狗李奧納德 幹 這是第一代的時候把我們吃的狗吧 哈囉大家 很高興來到這邊 這是什麼 他的消耗我看不懂 這是一個奇怪的夢 這是什麼啊 工具 先打開 欸 他現在等我幫他蓋家 好 走勒 然後 錘子 嗯 看起來不錯 我的爐子是不是在嗶嗶叫啊 我去看看 什麼東西在烤啊 烤在裡面喔 還沒有好 大小 欸不對啊 我剛剛不是才烤了一個 怎麼又烤一個啊 誰在捉弄我啊 喔 好狗狗 我知道你這次不會再吃我了對不對 幹 幹 沒完成的工作 被ending 1 你曾經 那個 愛的狗狗 現在變成了某種東西了 你試著要逃離他 但是你在途中死了 什麼東西啊 那這個 那 等一下該怎麼辦啊 怎麼黑夜了 為什麼我死掉之後進度往前了 屋頂都好勒 蓋起來蓋起來 新的超級大鐵門 把門關起來 好 Full ending 第二個ending 捕捉 你很人道的把狗狗 塞進了你的狗屋 隔天 你決定要 找執法機關 然後把狗狗帶走 收容之類的 但是等這些收容所的人來之後 他們看到狗屋是空的 你到現在都還在想 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這是普普通通ending 你想要隔天的時候去看看新聞 狗狗到底是長大了還是發生什麼事了 結果你就卡在狗屋裡面出不去了 WTF 那不要烤爐我要怎麼 進行下一階段 進去就好嗎 欸這幹我不管烤爐房子燒起來了 啊狗狗燒死在裡面喔 第五個ending 你 你把你的爐子留在那邊沒有管他 結果他燒起來了 哇 喔 反正你就是沒有被燒死啦 簡單講了 變熱狗 可是狗沒有 狗是怪物 他怎麼會死啊 狗狗最愛的狗 等他出來再拿嗎 當狗狗生氣的時候就播這首歌 然後他就不會生氣了 欸 哈哈 怎麼辦啊現在 就開始happy了嗎 不管了 你成功的把這個 殘暴血腥的野獸 制服了 因為你 播了他最愛的歌 你經歷這個情形之後 你決定 把狗狗帶去 狗狗跳舞大賽 得到了很多獎 蛤 我真的覺得這個遊戲還蠻有趣 但是 他應該可以用這個狗狗做出一些 更ㄎㄧㄤ的劇情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石頭堆積 這樣講實在是很土啦 不過 在日本那個什麼 死者生死界線 不是有一條河嗎 什麼賽河源 什麼的 他們就會堆石頭 是一個儀式 就是為了老媽堆一塊 為了老爸堆一塊 堆石頭 然後地獄的獄卒 就把你石頭踢掉 然後叫你再堆一次 哈哈 你們懂這個意義在嗎 哈哈哈哈 哦 哈哈哈哈 哦 你可以 你可以跟瘋子一樣一次疊五塊 然後直接拿去祭壇啊 但是這樣也太難了吧 故事一開始 我玩開始遊戲是沒有故事的 我看到怪物了耶 我先找到祭壇再來堆吧 要不然怎麼玩喔 沒有故事被帶到黑暗森林 不可能啊 堆積石頭一定是我死了 我現在在 彷徨路上 還是這些鬼就是為了要整我好玩 就說 我把你帶來這邊 你給我開始堆石頭 你如果堆不好 我們就把你吃了 石頭怎麼丟啊 看一下 他會走路耶 欸欸欸 他不是我弄的 為什麼他要 追我啊 累了你 我也累了 我們不要再互相傷害 刺客其實就有點不穩了 石頭應該都不會有事啦 啊我就很貪的話 要剪第五顆我就會倒了 他應該把衣服脫下來 做成袋子 然後石頭全部放裡面 就一整袋袋走這樣 現在人有現代的解決方法 誰他媽給你堆石頭啊 炮杯我踩到了 喔 喔 回家囉 回到縣市 再見 掰掰 欸 我聽到城市的聲音了欸 他逃出這個地獄了 喔 原來如此啊 是個無聊的遊戲 我們還是走不穩 喔 謝謝 來吧 謝謝 我們下次見 來吧 我們下次見